接收到只要能够储存是男是女 然后呢 取得之后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把这三个资料 丢到 下一个activity 那我怎么丢过去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要先切换 到下一个activity 那切换到下一个activity 我需要一个 Intent 那 我宣告这个Intent 特别说Intent 我们也要预先把 Import进来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Intent的话 你要做Import的动作 我预设假设没有的话 我们在宣告Intent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做贿赂 贿赂之后的话 前面是类别名称 这个类别名称的话呢 它 后面这个物件名称叫Intent 然后呢 New一个Intent 那我要从 第一个 我自己本身 GDD01就是我现在的 这个 这个activity 要切到下一个activity 就是GDD01 底线chard 然后后面的话呢 它原来是点java 可是呢 经过compile Java compile之后的话 它就会是点class 原来是点java 之后compile会变成点class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Intent里面的方法 叫setclass 用setclass 这个部分 由这个 切换到下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然后最后呢 如果不携带任何东西的话 就是 star activity for result 然后呢 把这个Intent 放进来 后面加一个零就可以了 零的话就是 有返还值的意思 就一个recruit call 就是 有返还值 就是 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说你要 那携带资料的话 就必须要增加 中间这几行 因为我们有三个资料 要顺便带过去 就跟那个加email 那个里面要 加附加档 那附加档里面呢 我们就用bundle bundle要怎么放进去 用put double 放那个我们有一个 double的值 所以有两个嘛 一个身高一个体重 用put double 那 用put string呢 放这个 我们性别 所以这个地方 把性别放在 这个key里面 放这个 所以这边有三个资料 可以一起 被带过去 那最后的话 特别注意 放到intents里面去用put express 然后把bundle的这个物件 放进来 那这个物件有点像我打包 里面有三个东西 丢过去之后就可以接收到了 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基本上流程 比较会有问题 应该是这边的 从 这个方法里面的 这一个程式 会比较会有问题 那 这个部分前面也是一样 宣告 连结 再一个事件 那这个地方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看 程式码如果太长 我看我 我好像有把它丢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 就把画面先给开 好